曾经被禁播十年的电视剧《天道》 它为什么能够被无数观众奉为国产剧巅峰神作 它又有什么特别之处 让人看得一遍又一遍 还能从中领悟出不同的道理呢 大家好 我是小齐 欢迎来到极区乌托邦 没有关注的朋友请点下关注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剧 或者对它有所好奇 那就赶紧跟我一起来探索吧 《天道》这部电视剧改编自著名作家豆豆的长篇小说《遥远的旧事主》 这是一部具有极端现实主义颜色的著作 虽然电视剧只有短短的二十四季 可是其间包含的道理却意味深长 让我们看完一遍又一遍都不能彻底理解 故事讲述了年轻的女警官瑞小丹左小青史 通过朋友结识了商界怪才丁云英王之文史 并受托在古城照料丁云英的生活 丁云英以于常人的性格和让人瞠目结识的才华深深吸引着瑞小丹 藉由对音乐的共同热爱和自备音箱的契机 瑞小丹和丁云英建立了恋爱关系 并结识了几个古城的音乐发烧友 发烧友看中丁云英的奇才 想要利用他的才华帮助自己的农村老家脱贫 而小丹也希望丁云英用自己的智慧 在这个极度贫困的农村写一个神话 作为送给他的礼物 丁云英答应了小丹的请求 带领几个发烧友冲出江湖 给音响市场带来了巨变的同时 也生动地演绎了所谓天道的道法自然 如来可是他的礼物完成时 那个手里的人却已拨在身边 这部剧之所以能够被称为神作 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演员们精湛的演技 王志文和左小青都是实力派演员 在这部剧中他们完美地诠释了 两个性格迥异但又相互吸引的角色 王志文饰演的丁云英既有着 超人般的智慧和创造力 又有着孩子般的唇真和顽皮 他对音乐和声音有着 近乎偏执的追求和热爱 却对金钱和名利毫不在意 他对瑞小丹有着真挚而深刻的感情 却又不擅长表达和沟通 左小青饰演的瑞小丹 则是一个勇敢而善良的女警官 在工作中他敢于正义和坚持 在生活中他温柔而体贴 他对丁云英有着 无私而坚定的爱情 却又不强求和干涉 两人之间虽然有着 很多隔阂和误会 但最终还是相互理解和支持 其次是剧本中蕴含的深刻哲理 这部剧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 更是一个关于人生 命运 选择 责任 正义 善恶 信念 价值等等诸多话题的探讨 每一个角色都有着自己独特而复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他们的选择和行动都反映了他们对于天道的不同理解和态度 丁云英是一个追求自然 自由 创造 真理的天才 他不受世俗的束缚和诱惑 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华为贫困的农民带来了希望和改变 他用自己的爱情为瑞小丹送上了最珍贵的礼物 他用自己的生命为天道做了最后的见证 瑞小丹是一个坚持正义 勇敢 善狼 忠诚的女警官 他在工作中不畏强权和黑暗 他在生活中不计较得失和名利 他在爱情中不放弃信念和承诺 他用自己的牺牲为天道做了最后的贡献 其他的角色 如含楚风 欧阳雪 沈南 肖亚文等等 也都有着各自的人生轨迹和命运结局 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丁云英和瑞小丹的影响和启发 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天道的含义和作用 最后是剧中精彩的对白和旁白 这部剧中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台词 有些是引用了经典的名言景句 有些是原创的独到见解 有些是富有诗意的比喻和隐喻 有些是幽默风趣的调侃和玩笑 这些台词即展现了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思想境界 又传达了剧中主题的核心意义和价值观念 例如 丁云英说 我只是一个音乐发烧友而已 瑞小丹说 我只想做一个好警察而已 韩楚风说 我只想做一个好人而已 乌阳雪说 我只想做一个好妻子而已 旁白说 天道无常 人道无情 旁白说 天道无私 人道无悔 旁白说 天道无言 人道无声 旁白说 天道无形 人道无影 旁白说 天道无尽 人道无穷 总之 天道这部电视剧是一部值得我们反复评为和思考的作品 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视觉和听觉上的享受 更给我们带来了心灵和思想上的震撼 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但又真实感人的爱情故事 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挑战但又充满希望的社会现实 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复杂多边但又有规律可循的天地万物 它让我们思考了什么是天道 什么是人道 什么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最珍贵最值得追求和坚持的东西 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 请给我点个赞吧 如果你还想听我讲更多关于天道或者其他 电视剧或者电影或者书籍或者任何你感兴趣的话题 请关注我的频道奇取乌托邦 我是小琪 感谢你们收看本期内容 下次再见 点赞 关注